Hello 今天想和大家介绍一下英国南部一个很出名的旅游地方 叫做 Seven Sisters 七姊妹园 只要你在地图上找Burling Gap 这个地方就会带到你来这里 到达了之后你就会看到一个收快的停车场 同时这里的设备也非常完善 有洗手间、餐厅、小型商店和一间小小的展览馆 讲解一下七姊妹园的天然地方是怎样形成和历史 有兴趣的话不妨在旅游之前看一看 你就会更加了解这个地方 餐厅旁边有楼梯到石滩 跟英国南部很多的海滩一样 这里也是一个石滩 到石滩你会看到整个英伦海盒 英国南部和英国南部 同时也很清楚看到七姊妹园 这个七姊妹园的白石园 在好天的日子 你可能有机会看到对面法国的地方 你会看到大辣的风力发电的风车 你可以在这里收拾一些奇形桂状的石头 因为他们经过日子洗礼出来的形状都非常漂亮 我收拾了几粒用来做这个筷子托 现在这个时候还没很冷 坐在这个石滩上面听一下海浪声 和小朋友一起收拾一下石仔 或者拋一下石仔出海 其实真的很舒服 整个石滩都很长 要走都可以有一段时间走 不过石滩上面的石 就比较粒粒粒粒粒 有大有小 走上来其实就不太好走 所以我们走了一会之后 都回到上面 走回到上面的停车场 对面有几座古老的建筑物 据问就是以前的军营 旁边有一个很古老的油桶 上面就印着GR的字样 应该是以前佐治五世时代的一个油桶 在街上其实也很难得会看到 在这个电话亭的旁边 你就沿着楼梯级上去 大概20级楼梯左右 就开始上这个白石崖了 上面的风景是非常之美 而且非常之舒服 你可以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在这个初秋的日子 天气非常之好 不热不冷 最适合就行山了 这个山崖没有栏杆 你可以走到边边 看回下面的石滩里 那个风景都非常之好 不过就要小心一点 因为始终这是一个天然的山崖 曾经在2014年 它因为被天气和雨水侵蝕 就一大块的山崖岩石 就落下了 所以它沿途也有些地方 就告诉你别走得太近 不过天气和雨水侵蝕 不过如果天气好 那在雨水侵蝕 那在雨水侵蝕 慢慢走走 都小心一点 都可以的 沿着山路上去 没多久 你就会见到一个大的灯塔 这个就有很出名的 Beltrick Lighthouse 现在呢 它就做了这个Airbnb 可以给人家乘来住 不过收费都不便宜的 另外呢 你继续可以再走前一点 那你就会见到另一个的灯塔 那其实呢 你沿着整个山崖 这一直走呢 都可以走到很远的 那这里呢 那这里呢 都是一些很出名的 的行山路径 那你有脚骨力的话呢 可以继续一直向前走呢 可以走到去Brighton University 和Eastbourne 那些地方的 不过呢 我们来到这个灯塔之后 就打到回府了 那里大开了这个Bblind Gap 之后呢 我们就驾车 dank啊 大概驾路了40分钟之后呢 就去到Brighton的市中心 Brighton的市中心 Brighton市中心都是非常旺的 那我突然间OUGH 回了香港的女人街那样的过程 到那里呢 也有几条街也能走一遍 都是非常之熱鬧的 柳其呢 你会见 他们有很多 中古商店的 賣的東西是比較有特色的舊式物品 有時間可以在這裡慢慢捐烈捐烈,沉寶 而Brighton市中心的建築物其實都很有特色 有些新、有些舊 外場設計都非常特別 有時間都可以看一看 玩了一整天,也是時候要治療肚子 我們就看到這間香港特色茶餐廳 當然要支持一下,光顧一下 買了幾個我們非常掛念的香港地道美食 大家都吃飽飽,非常滿意 如果你來到的話,也可以光顧支持一下 在這個港式餐廳附近 也有兩間珍珠奶茶店 我們都光顧了,買了珍珠奶茶 再沿著一條路,向著沙灘方向走下去 你就會看到這個I360的觀光塔 坐在石灘旁邊,喝著珍珠奶茶 看著日落,看著鹹蛋黃慢慢慢慢向下沉 整個沙灘變成一片金黃色,其實真的非常舒服 最後提醒大家,Brighton始終是一個旅遊區 有很多外來的車輛 千萬不要非法泊車 泊在指定的停車場裡 你就少點機會接受告票 沿途也看到很多車被人抄牌 如果不想吃牛肉乾的話,記得泊在停車場裡 今天為你介紹的就來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的話,記得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拜拜